那我就先把喝飞水的东西给你们吃 这玩具 我来之前 你准备让我说什么呀 这老太子 你带这个翔子干什么呀 那在手里安心一点 万一就会突然发疯了 我也好有个毁性了 这就不能吧 你都能问出那样的话 还有什么不能的呢 我虽然老了 但是没糊涂 老大我只是用一个心理安眠而已 毕竟这次开会我是东倒入吗 你打的什么算盘 老子能不知道吗 想标榜自己是受害者 然后激发民族意识 同时借此机会给你自己松拔 你想多了就很紧 我可以管着你 但我一样可以灭了你 而且还是合理合法的那种 我相信兔子和酒鬼不会有任何意见的 老大你这就误会我了 但你告诉我门口这么多人是干嘛的 看这个架势不是欢迎我的吧 老大你别在意他们这些人无聊得很 多和人家小媳妇学圈 没那么多坏心思 已经因为我服务不好吗 就是 这分级人得学会鸡酒 你看这如宾你在里下你跟小媳妇都和好了 这不是好事吗 你这不就少了个仇人吗 下前看呗 看看人家汉思要有觉悟 我先过去了他们等着我呢 汉思你不意的是吧 你这么熟不就是给自己找礼物吗 你带着我干什么 因为咱懒的丑性一样 他们不会要找我要钱了 你去标杆 他现在挺恨我 你们几个都没有好几样子 站在背后喊得坏 到最后我是破坏 那也没办法 小泽那头马上要结束了 罗宾打不动了 按照现在的形式就跟当年一样 划线一致 那就转移到我知道 这是你爸的想法 现在就是看你敢不敢赌的问题了 赌赢了你光中要赌 赌输了你就进行闹大神 那你们站在我这边吗 你在想什么呢 关我们屁事 罗宾的意思是让你拉着小媳妇 带着果盘和带鼠围的臭的 以后他再喊成白象草一样的 他自己在后面收割 关我们什么事 行了 我们几个去杀一杀 你再去照顾你这葫芦爹吧 一群混蛋拿我当破灰 那我就先把喝飞水的东西给你们吃